香蕉價格崩跌 為了幫助膠農挺過難關 藍營議員李梅珍一口氣 買了六頓香蕉送選民 幫到膠農也賺到名義 今天我們來就是因為議員 他也是幫助膠農 我們大家就來 對不對 一起幫媽媽吃 我們就來幫他倒香醬 把農民的香蕉給他倒 就是很多人知道 我爸爸在果菜市場 當總經理 所以很多在齊山美農的小農 會自己打電話到我的服務處說 他們真的沒辦法 是不是可以請我幫忙 李梅珍難過直說 膠農不只付不出工錢 不願採收 就連租地貸款也繳不出來 台灣香蕉過去外銷 日本佔15% 市場如今卻連0.2%都不到 砲磚引玉希望企業 認購助果農挺過難關 而外傳這買香蕉救果農的活動 正式有鼠疫參選高雄市長的 韓國瑜幕後指導 韓主委在北農 我爸爸在高農 那其實針對這個事情 他最有感的 最有感覺這些小農很辛苦 所以他就先拿了20萬 去幫助這些膠農 一邊就膠農 另一頭怪罪 中央政策不夠縝密 畢竟在綠營深耕的高雄市 國民黨清除明白想翻轉綠地 這大選決戰前的一舉一動 鬥印象選情 歡迎新聞 連維凱琳記象 連綠高雄報導